我記得我們寫佛 寫佛的人就是心胸非常的開 可以講很開朗 很開朗 那我們這個心跟等於天一樣 那樣的廣大 無邊 而不是狹小的 不是很狹窄的 所以我看人間的事物 看人間的種種的現象 都是狹窄的 寫佛就是要寫到無我 沒有我存在了 既然沒有我存在了 就跟天一樣的齊了 這個才叫做邪佛 如果邪佛你還是 急速於自己的範圍之內的話 那你不能夠超越 有這個我就不能夠超越 最重要的就是心胸要非常的廣大 無邊 能包容萬物 而且什麼都可以 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甚至一道無所住 這樣子 無所住 金剛經裡面講的這個無所住 心就跟虛空一樣 一定要斜這個 你如果不斜這個 這個 越斜啊 心量越小 越窄越窄 那就是走入這個 很窄小的那個道路去 就是旁門啊 走道啊 不像個邪佛的樣子 或是以為自己 正佛中最好啦 其他的都不好 不可以這樣子 有這種想法 你看那個大善知識有多少 不要以自我為中心 這樣子將來才能夠成就 我是這樣子跟大家講 好 我們來帶你去 我們來帶你去 好